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宣布 55岁以下的雇员工基金局会员可以从下个月起 每个月从第二户头提款最多500令吉为期一年 政府预料这项措施可以汇集1200万名会员所提出的款额可以达到400亿令吉 在这之前政府已经宣布雇员工基金 的缴纳率从11%下调到7% 另外政府也允准高等教育基金借贷者延迟还钱 从现有的三个月延长到六个月直到9月30号 对抗疫情不只是中央的责任 州政府也背负着同样的重担 慕尤丁政府宣布拨款1亿3000万令吉 给全国13个州协助州政府抗疫 首相也透露他会在本月30号宣布 考量国内各个社群的第二波刺激经济配套 协助人民应对目前相当艰巨的情况 也包括巩固国家的中期财政状况 马兴社电视采访报道